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陳思政 今天跟大家說的是 港人在大灣區自事過高 二十大是香港超車的最後機會 喂 我們論盡香港的會員制已經開通了 你載了沒有? 我們的會員制只不過是20元起 你沒理由不載吧 快點來載我們的會員 還有大家記住 喜歡不喜歡也好 幫手按個讚 訂閱我們論盡香港 按旁邊的 看Facebook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讚好我們的專頁 下面瘋狂留言之餘 將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會知道 和可以一起討論 國家在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的尼崩理事 大家好 二十大說了很多東西 其實裡面很多東西都不用 都不要我不用 不要這麼深刻 好了 講到重點 最重點的東西 二十大裡面第一個重點就是 第一個 百年奮鬥目標就是什麼呢 就是全面建立小康社會 經濟發展內循民和平崛起 這些就不用說了 反腐敗自我淨化 這些都是必須的東西 但是大家要記住 這個全民小康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第一個目標 第二個目標就是什麼呢 第二個目標就是 確立習主席的核心團隊的管治 以及確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 怎樣才能確立這個歷史地位呢 就是要做中國式的現代化 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和平共生發展共富 配合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 就是這個二十大的主軸 在香港的方面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我們除了要看二十大對於香港的條文之外 是一定要和習主席七一講話 在香港的七一講話 四個必須和四個希望 組合一起看 融會貫通 才能夠規定全炮 可以看到全貌 四個必須就是什麼呢 就是必須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 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 保障特區行政區的高度自治 雙統一 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 以及必須保持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 四個希望就是 著力提高治理水準 設實排解民生憂難 不斷增強發展動能 共同維護和系穩定 這樣我就不喜歡轉彎抹角 我喜歡說白一點 四個必須就是什麼呢 就是香港無論如何都必須要做到的 頭三點都是說同一件事 就是要一國兩制 行穩自遠 落實愛國者治港 即是說 中央在香港的管治權 是要牢牢地守住 牢牢地騙緊 這就是四個必須的頭三個 第四個必須就是什麼呢 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陳思靖說過很多次了 在以前的節目 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主要就是什麼呢 和外國的接軌 外國的信任 和做中國在外匯管制下的一個 叫做對援槍 所說的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 和這四個必須其實都是說同一件事 就是要香港這個特殊的功能 為我們國家做這個外匯交流 和做人民兌換這個特殊功能 要不改變 至少短期內不改變 而四個希望 即是什麼呢 即是未做得好 所以才希望你做得到 四個希望是什麼呢 將力提高治理水平 排解民生優難 增強發展共動能 和和諧穩定 即是這四樣東西 香港都是未做得好的 包括什麼呢 就是管治水平 民生問題 以及香港的產業發展 最後就是和諧穩定 都仍未做得很好 所以習主席在七一講話裡面 講完四個希望 就是希望香港可以做好一點點 好了 我們配合二十大對於香港的著墨 二十大對於香港的著墨就是什麼呢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愛國者治港落實 全面管治權 這三樣東西 和四個必須 是一樣的東西 總之我們香港這個局 不能夠亂 中央在香港的管治 一定要穩 我們一定要尊重一國的基礎上面 行好兩制 這就是二十大對於香港的著墨 另外一件事 講得很重要 就是以法治港 好了 為什麼要以法治港呢 老老實實 又是說一句 我不喜歡轉彎抹角的 愛國那一套在香港能夠輕風作浪 就是因為有一個叫做理念的框架 就是所謂的什麼呢 普世價值 所謂的什麼西方式的自由民主 或者那種西方式的選舉 或者那種西方式的價值觀 這個就是他們的框架 西方可以用一個很低的成本 就可以煽惑到 煽動到用這個普世價值 煽惑煽動到很多香港人 去為他們拋頭爐灑熱 去為他們坐牢 為他們上街 是不是 他們可以很簡單用這些事情來做 但是 老老實實 在回歸到現在 國家對香港在理念建立方面 主要都是說鄧伯伯那一句 中國好香港好 五十年不變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類似這些 在理念上的建設 和概念上的營造 其實是比較弱一點的 這方面 建制派在香港這二三十年 都比較弱 不要說比較弱 其實是很弱的 所以一去到理念上的辯論 或者遠景上的建立 就給泛民那時候反對派 就給下去了 但是現在不同了 現在我們國家強大了上來了 我們要有制度自信 我們要有歷史自信 因為我們現在可以 用鐵燈燈的事實 告訴外國人 不是你們那一套才行 是可以的 我們國家這一套 都可以的 我們既然你又可以 我又可以 我們就要大家 困一困 究竟是哪一個 可以 所以我們就要有什麼 二十大裡面所說的 鬥爭精神 我們要有制度自信 我們要有自信 然後要在自信上敢於鬥爭 就是要為了我們這個理念的建立 我們一個新的理念建立 我們的理念是什麼 我們的理念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個就是我們的理念 這個就是 我們為了這個理念的建立 我們就要出去敢於去和 外國那套 所謂普世思想做一個鬥爭 為什麼要以法治港呢 就是因為在這個理念 香港仍然很薄弱 香港仍然是黃多 紅少 黑多 藍少 到這一刻都仍然是 所以在香港講理念 現在還是一個叫做推行的階段 就是說國家這個理念 還是一個推行階段 不要說全香港的市民 就連所謂建制派自己裡面內部 對於國家的理念 是不是真的很貫徹 很認真 很認識 其實也未必的 你要這一群 自己也不太認識 不太貫徹的人出去推廣的話 其實也是笑話而已 所以就 不要說那麼多理念的事情 香港就這樣 有什麼香港最好的呢 就是法 以法治港最好的 以前英國人也是用這一套的 英國不跟香港人講理念 講法律 既然香港人講法律 那就講法律 所以就強調了 在二十大裡面 強調了以法治港 因為暫時理念的香港 還是那個力量比較弱一點點的 那麼 二十大裡面 還強調了香港科技產業的再工業化 就是希望 可以透過北部都會區 或者這個叫河吐區的發展 引入一些比較前列的高薪科技公司 在香港做一個基地 設廠也好 做研究基地也好 這樣就令到香港再工業化 這樣就令到香港有一個新的產業 一個新的產業對香港的整體發展是好事來的 可以解決到一些向上流的問題 即是餅大了 又多了產業 賺錢賺多了 另一方面 香港的科技基礎 以及金融的基礎 也是可以為國家做一個貢獻的 即是在大灣區的融合裡面 香港這樣的科技基礎 經濟基礎 金融基礎 都可以為國家做貢獻 所以香港的科技產業 再工業化 再升級 是一個重點 這是 另一方面 二十大也說了 香港是要團結和諧穩定 這就是配合習主席所說的四個希望 即是香港的希望 那個希望就是什麼 就是剛才所說的四個希望 就是共同維護和諧穩定 希望可以 希望不要再說什麼藍藍黃黃 什麼紅紅黑黑 盡量有 只要我們維護到國家的管治權 一個基礎 一條底線 我們盡量和諧發展 盡量包容 不要再吵架 不要再成了 好了 二十大也所說 香港有一些叫做新機遇 是的 新機遇 因為香港的中間角色 和那個稀缺性 配合主席所說的 那個叫做 四個必須的最後一點 就是必須保持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 就是在說這個 就是這個中間角色 就是中西交匯的角色 就是香港的稀缺性 我們就要做好這個 我們那個叫做歷史的責任 就是要做好這個 這個中國的金融槍口 還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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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民幣的兌換槍 就是這個人民幣的兌換槍 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是搞好這個外循環 做好這個抓换店的工作 簡單來說就是 做好引入外資的工作 令到外資更加可以 迅速有效率地透過香港 進入內地 等到我們國家有這個外資 就是做這個發展 還有做這個投資 那就 講白一點點 二十大約就是說什麼呢 中央的政策 是會配合香港這些角色的 是會配合香港做這些工作的 但是呢 香港自己要執政 香港人自己也要執政 香港自己也要執政 香港自己也要執政 香港人在大灣區 有一個叫做特殊優勢 但是呢 我覺得呢 就未必要自視太高 因為香港人在內地的競爭力 因為那個人工比較高 我們競爭力是比較低的 就是與其請一個三萬元的香港人 那不如可以在深圳請到三個一萬元的深圳人 是不是 三個抵上你一個 是不是 所以我們其實呢 就不要自視太高 但是我們也不要妄自非博 我們也不要 覺得自己沒有用 也不是 香港人有一個獨特的優勢 確確實實 我們在國際視野 或者在英文的運用方面 或者在思維的跳脫方面 就是我們的創造力方面 確確實實是好一點的 我們這方面是有優勢的 還有我們是對普通法的習慣 或者是一個對外國資訊的分析和過濾和吸收 也是比內地的朋友好一點 所以我們也不要妄自非博 我們在大灣區是有競爭優勢 我們也有競爭的劣勢 如果要投入大灣區的話 最好就武裝好自己一點點 不要經常想著 惡高的頭 我是香港人 我好像三十年前 二十年前 那麼受歡迎 沒有我就不行 就沒有這支歌仔唱的了 我們也要武裝好自己一點點 才可以上去和其他 全十四億人當中的精銳來競爭 因為我們也是精銳的一份子 其實我們現在有北部都匯區 也有一個大灣區的融合 北部都匯區和大灣區的融合 是一個叫做 真是最後機會來的 已經是 因為國家的發展已經是去到一個叫做 由兩邊變成側邊的階段 即未來的十年或者是未來的十幾年 我們在二十大那裡已經說了 在二零二零至二零三五年 是會完成這個現代化 國家是會 完成現代化 而在這個二零五零年 即是二零二 即是這個世紀的中業 就會完成這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 即是說白一點 即是由這個世紀的中業 中國就會成為一個已發展國家 完成一個發達國家 是的 變成一個發達國家 那時候和香港的距離 基本上已經沒有了 已經是 我們眼睛不要望去二十世紀中業 因為去到那時候已經是玩完了 遊戲過了 那時候已經是 現在二十大就是支持香港做高薪科技和再工業化 即是我就奉勸 即是接下來的學生 年輕一輩 這一條路都還要走的 這條路是 即是科技產業和再工業化 在香港是 將會是國家重點是會是 支持的 這件事情 我覺得年輕人可以向這一方面發展 以及文化上的建設 或者一些藝術方面的建設 這件事情 香港人也有一個獨特的優勢 也是可以發展的 但是如果還是抱殘首決 還在想著以前的思維 我們只是搞金融 我們只是搞地產 我們只是炒炒那樣發達 之類的話 就 比較危險 將來的十幾年比較危險 如果香港是最後這十年裏面 都不能夠完成這個科技和再工業化的建設的話 香港就只能夠等待歷史任務的終結 就是只有等到人民幣國際化完全成功的自由 香港再不需要做這個找換店的角色的時候 就會慢慢在這個歷史紅樓那裡推出 就成為這個大灣區的一個普通的城市 成為中國的一個普通的城市 我也不希望香港 所謂威尼斯化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團結一致 是的 盡量摒棄心中的矛盾 就為了我們的科技和再工業化努力 對香港對內 就是向這個方向努力 對國家就是希望可以幫忙做到這個全民小康的目標 對世界的話 就希望可以在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命題裡面 就盡一分力 這就是我今天節目想說的事情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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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